不再让你过单阿沙陪你娱乐观世人间 never want to let you go stay tu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好了各位 现在最新消息就是威廉拿出杀手锏 其实在波兰媒体质疑威廉王子皇室的血统 他现在拿了他的手上的王牌 就是凯特和小兽的大合照 原来里面有这么大的阴谋 很大的阴谋 那张照片我都说不是凯特自己的 他是被别人说他是post一张照片出来 所以他今早看到他的照片一面了 已经觉得他是被人摆布 另外那个也未必是他自己本人 因为现在引起另一个危机 就是威廉可能不是查理斯国王的儿子 他自己澄清了多日 传媒对他的污蔑 因为早前他的所谓亲生父亲死了 Jacob Jacob就是爵爺 所以那些人就找回来 原来威廉才是那人的儿子 那就闭家伙了 现在就向英国的人民和网友宣告 他和凯特活得很好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他的照片 如果你想整个人很幸福的话 应该有爸爸的人在里面 并且他那张照片就是想恢复他手肉之前 那么健康 那么漂亮 那张照片就来自威廉和凯特的Instagram帐号 两个人曾经用这个帐号 曬恩爱 发表了在皇室公务活动的行程 算得上是他们对外的官方帐号 而镜头之下凯特王妃也露出温暖的笑容 看起来精神都不错 就是刚才那个赛漏伯出了一张照片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都不见了 这三个小朋友精神很好 小朋友满面 一直陪伴在妈妈身边 似乎长不大 由此可见 那个近照照片 就不是很久之前 因为都大了多少 那些人就很认真 就说对他的祝福 威廉王子并且在Instagram上 多谢网友 因为过去两个月大家充满善意 也多谢一直的支持 也祝福网友母亲节快乐 这个说明了 英国的母亲节不同其他国家 时间是每年的四重齋 第四个星期天 所以威廉这个举动 无疑是想打破皇室的阴谋论 以求短暂的平静 但是事与愿违 这一次皇室可谓落足功夫 威廉发布了讯息后 英国权威的媒体和英国广播公司 就立刻转发这个讯息 并且进行大幅度的报导和宣传 但是不够一个小时 威廉和凯特的讯号收到四千多个评论 而网友相信凯特 通过这些相片发布的讯息 得到大部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如果后续 凯特真的顺利出山的话 相信他的危机会迎刃而解 但是到了两个月 英国皇室终于有喘气的空间以为 凯特长时间没有露面 引发了皇室近来最大的阴谋危机 而一发不可收拾 一向民众心目中 排名首位 即首几位的威廉 也陷入了Rose的匪民之中 遭遇到民众和网友的质疑 信任度立刻下降 民意也相当差 加上皇室内部的矛盾 不断发出凯特的抑郁症等等的风声 似乎令威廉再次陷入困境 之前有人说凯特是很冤屈的 因为原来他同一时间好像 他翻版 好像戴安娜王妃和他父亲查理斯 还有卡米拉的翻版 死不死 威廉和Rose的婚外情 皇室一筹莫展 为了消除民众的疑虑 特意安排了凯特和整个人出面 首先是母女大游行的 他母亲持着车 旁边有个凯特的人 但媒体和网友解读之下 认为这场是局 出现在镜头的 并非凯特本人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同时凯特的舅父也是趁热闹的 上到电台上发言 为了儿生女发言 曾经串过哈里和梅根 亦对皇室的种种疗如指掌 近期一个名人老大哥的节目之中 亦爆料 给皇室的料 亦分了一杯羹 目的就是不言而语 希望英国国王可以妥协 但英国皇室的干预和警告之下 他在播出的节目之后 选择退出录制 将他禁声不让他说话 一系列的操作引起了更多的民众去质疑 因为他知道儿生女的近方 威廉地位不保 然后想借凯特的幸福家庭照去掩饰 我们一家人很幸福 但是错漏八出 然后也传出威廉有第三者 所以今早看到他面左了 完全是一个有牵连性的 好了 现在那件事件不仅没有平息 而且不断发烤 不知如何收货 究竟也没有承认 或者走出来说这些谣言是真的假的 于是血统的疑魂 即是关于威廉 威廉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放出了凯特和家人的照片 这一切并没有将公关危机平息了 不过这些民众和网友似乎有些不太相信 太信任 毕竟现在凯特仍然依然没有真正露面 至于威廉的匪文初戀女友也有新的动态 原来Rose和她的父母离婚 甚至传出怀友的一个新人 这个BB Rose的BB究竟是威廉还是她刚刚离婚的老公 虽然这件事没有知道真还是假 但已经足够了 皇室去头痛 不知怎算好了 Rose是一个也有野心的人 她就是卡米拉的翻版 一直想做卡米拉 但她忘记了凯特并不是大安娜 她不会允许自己和小孩黯然离牆 生了三个继承人之后 即是凯特生了三个继承人 不会那么随便放弃多年来的努力 因为她也有机会做皇后 如果查理斯交出皇位 她是有机会做皇后 所以现在能够在几年前 她已经淡然面对她老公的匪文 还在活动之中和Rose特意和平相处 想一幕是一屋两妻的戏马 我的天啊 不得不说 凯特和Rose都是一个好演员 面对着情敌的挑衅 能够稳如泰山 唯一尴尬的只有威廉自己 唯有以笑遮臭 威廉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 为了权力和投降 最终会否放弃Rose 而选择和凯特共同进退 查理斯国王 她也是同步进行的 就是历史重演大恩娜 那个分外情 不过两个很不同性格的人 我相信为何她另弯面 今早做了一张照片 也是我对你无声抗议 如果她真的是凯特 虽然不知道现在凯特的真正状况 但可以预见到 如果这位皇妃身心恢复正常 皇柱妃未来英国皇后的位置 依然暂时都是凯特 其他人没有办法撑动她的头涵 沉寂了皇室几十年 凯特一直都不简单 代人处世她相当有心得 对内她懂得搞定皇室的成员 也有她凶姐的妈妈帮忙 帮她执头执尾 给她一封礼士的工女 如果威廉有小三的 记得告诉我 趕快拍照 捉她痛脚的 对外她能够 凯特对小朋友的皇妃 皇阿玛 外交能力非常之好 这些年她完美成为了威廉的延内座 民众支持率可谓持续上升 僅僅排在阿尼公主和威廉之后 她的受欢迎程度相当之高 如果没有了海迪的威廉王子 相当像一个节契的天使 没办法施展她的抱负 更加不用说 能够成为继承人 卡米拉又怎样和她抗衡 她应该没办法招架 至今日 究竟只能够放弃小三的Rose 和凯特联手 但暂时还未哄海特 未能挽救海特的心 所以究竟皇室荣耀的继承者是哪一个 欲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多谢 哈哈哈 你老板 每天更新的状况 每天更新的状况 被人拍到她出来 在那里面阻阻 查理斯快要跟廉柳王打个招呼 哈哈哈 我不是遷就她 不愿意 好心她做不到事 就交回皇位 所以我也怀疑 现在皇位 非常紧缺 我认为非常紧缺 有不断的谣言出来 是否卡米拉 还是本身Rose和卡米拉是一档的 在那里轻风作浪 内忧外患 再加上美国的梅根和哈里 现在威廉 你们同情威廉多些 还是最大的受害者应该是凯特 真可憐 真可憐 金枝玉业 哈哈哈 Candy Chan 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 以前金枝玉业 有一个女人 她的音乐 哇很棒 那时候我拿来做 我行山影片的背景音乐 好了 肉之后事羊 我们再去看看 最后的影片 究竟她们会不会得逞 我们一直看着这个情况发生 谢谢 最后见